时间来为他解答一下 他说他三年前买了一套自住房 那一直都很按时付款 就算是疫情期间 他也没有错过任何一次 那最近他看到喜欢的房子 很想要再来贷款再买第二套房 但是现在银行跟他讲说 你的收入没有增加 你不可以再贷款了 而且你的第一套房子 其实也不过就三年而已 你的equity不够 你付的这个 里面累积的这个数字还不够 所以呢不带给他 他想要问一下 我们三宝店的这个贷款专家 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 可以建议给他的 有机会可以再拿到新的贷款 再来买第二套房呢 像这样的贷款问题 我们当然要请到 我们资深贷款专家 这是我们家姓贷款总裁 Donna 刘彦秋 Hello 刘总你好 小米好 大家早安 这个问题就是收入 收入他如果没有增加的话 那他要想再买房子 那银行也拒绝他的贷款了呢 那如果真的他想再去买一个投资房 他就要考虑不要查收入的贷款 那他不去做不查收入的贷款呢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如果说举例来看 如果他买一栋50万的投资房 那他的租金收入可以是2500块钱 一个月的话 那只要这个房贷加地税加保险 不要超过2500块 其实是不管他的收入稿税是多少 甚至他没有工作都没有关系 或是其他的房子 都有很高的债务也没有关系 就针对这一栋房子 那以50万来说的话 那你如果借35万的话 那你的那个月贷大概1800 加上地税保险呢 又600块钱 还没有超过2500 只是2400而已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如果做不能查收入的 或你没有工作的 你要去再买投资房的话 你只要确认将来你投资房的 那个payment 是跟你的租金是1比1的比例 只要是1211比1 你的租金收入可以cover到 你的计算保险跟你的房贷 那其实这市面上 都有一些贷款方案可以找得到的 这太棒了 所以伸不转路转嘛 所以你只要再存到 第二个新房子的这个头款 都已经存好了 那你也有确保说 你自己这个房租收入会是稳定的 那这样子是互相抵消下来的话 你根本没有增加太多的 这个负担跟压力 那你只要你的贷款专家 知道是资深的 懂得帮你怎么样包装的话 不查收入的是一条路 可以好好的去走的 哇 太棒了 谢谢我们加信贷款的总裁 Dana 刘彦秋 哦 哦